在六年前因为八八风灾 屏东的泰武国校面临了废校的危机 在校长武力华的努力和坚持之下 最终还是把泰武国校给盖了回来 甚至因此掀起了一场民族教育的小革命 不过从八月一日起 武力华即将调任到新的学校 不过他也强调 会把从泰武国校开始的民族教育新火 继续传递出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家原住民专辑得奖的是 歌飞过群山 泰武国校的古摇传唱队 将排湾族文化唱到世界各地 八八风灾过后 不止古摇 泰武国校掀起了一场 民族教育的小革命 当时刚接任的校长武力华 怀抱着对教育的热忱 带着孩子从北大午山上搬到台塘平原 将排湾族灵魂赋予在新校舍 勉励孩子 怀抱自我文化 勇敢追梦 然而就在他服务加满六年的前夕 他宣布八月一号将调任到新学校 任其进入倒数 他没有忙着打包 还是照常许试校园与孩子谈天说笑 请问你们已经快下棋了吗 所以我们可以办比赛了吗 可以办比赛了吗 可以 有没有信心 有 有信心 你们在打扫啊 好 你们今天几个女生回来 四个 谁是高音 我 中音 低音 没有 好 来 排整齐啊 来 預備 很自然喔 来 直接副歌嘛 谁要齐 好 你齐 你哟 你哟 阿弥阿弥阿弩 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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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为自己从部落长大 我会讲我们自己的母语 那这样的一个部落生活经验 让我在后来到外面读书 要介绍自己是谁的时候 我其实是没有困惑的 也就是说我的认同是非常清楚 但是我发现我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其实是从小就离开部落 也没有学会讲部落的话 所以当他们在那样的一个当时的环境 就是主流社会非常的强悍 然后我们被归类到是社会的一个 非常边缘化的一个民族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是没有勇气去承认自己的族群身份 那这件事情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如果我们在童年 能够帮助孩子去认同自己的语言 认同自己的族群文化 其实可以建立一个很强大的信心 我介绍一下喔 这个孩子很特别 他其实他在以前功课非常不好 数学几分啊 以前 十几分喔 没有 四十几分 然后国语呢 会学吗 以前 国语四十几分 以前啊 以前 你不要讲现在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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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少知啊 反正就是很少啦 二三十分啦 站在校长旁边的是六年级的巴鲁 刚开始上学时 一度被老师怀疑 学习能力低落 后来武力华发现 他在上民族教育课程时 是个自由生 讲母语 讲文化 做木雕 他都很会 因此在他升上五年级时 直接清点他 参加足语朗读竞赛 他也不负众望 拿到了全县第二名 巴鲁口中念的是 排湾族古老的巫师祭词 听校长说 巴鲁曾经念给部落祈老听 那一刻 祈老的眼泪瞬间溃蹄 从民族教育课程 找到学习的成就感 现在的巴鲁 不仅国文数学 成绩突飞猛进 连英文也能考到八十几分 过去问巴鲁要做什么 她说不出来 现在在问她 目标就很确定 阿姑妈 你可不可以说说看 你觉得你将来长大 你觉得你想要做哪一些 主语主播 他要做主语主播 还有呢 主语老师 他要当主语老师 还有什么事 你可以去尝试 神父 他想当神父 用什么语来传教 母语 用母语来传福音 所以我常常拿她 做例子的原因是 我们目前的教育 其实没有办法符合 孩子的多元智能的发展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评定出 到底孩子真正的 一个学习潜能在哪里 可是透过我们学校的 这种所谓的民族教育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孩子 在这里 反而找到了学习的成就感 然后学习迁移到 数学这些科目 反而帮助他们 重新的去认识 对数学有兴趣 对国瑜有兴趣 一只熊鸥带了一把刀 两只黑熊背了两个铁锅 这个排湾族 比较迁移到 传统送品里的概念 现在被放在低年级的 数学课本里 帮助孩子 在学习数学的同时 也能把文化知识 一起学进去 像我们的教室就很特别 就是我们连在教室里头 我们都会根据 那个传统领域 帮孩子做分组 那其实他们就是 所谓的一个分组合作学习 但是用我们自己 排湾族的文化内涵 放进去 那连同 你看他们的座位去 其实都是有分 哪一个家族 哪一个家族 孩子上课的教室 有传统领域 走廊上也有一条 英语廊道 讲的是熊鸥帮助别人的故事 泰伍国小的民族教育 渗透校园里的每个角落 民族文化也能与国际接轨 每年也吸引许多世界各地的团体 到此参访 学习泰伍国小怎么做民族教育 从校园入口的流离车档 及一大片的故事墙 只要有客人历临 每位泰伍国小的孩子 都可以向他们讲述 排湾族的历史及文化 对这个就是大午山上 我们这样一直走 就会走到幼儿园 来到泰伍国小参访的人 一定会走过一次 泰伍国小的大午山 虽然是人造出来的 但却时时提醒了孩子 这是排湾族的圣山 在这里骑老带着学生 在不同季节种下不同的传统作物 体验过去乌农的生活 也能站在这里远眺南北大午山 你妈妈吓一跳说 我这个儿子考上了美和的入学测验前三十名 然后居然没想到木雕奖也得到全国优胜 有没有信心 没有 为什么没有信心 为什么 你觉得你木雕你没有办法做得到 为什么 比数学难 你真的觉得木雕比数学难 不错 徐世校园的最后一站 木雕教室 几个男孩专注的雕刻 嘴巴虽说没信心 但始终没有放下手上的磕刀 吴丽华说 看到孩子成长茁壮 努力把梦想做大 就是他半学最大的骄傲 这样的梦想 不是我吴丽华一个人的梦想 因为这个梦想 也会变成是所有老师的梦想 甚至是所有原住民族的梦想 所以不是我一个人在做 而是大家都在做 所以这样的一个力量 让我们很快速的 在风灾后 我们能够很快速的完成 所谓的民族教育 国际教育校本课程 也能够立刻的去进入到 所谓的排湾族的数学课本 排湾族的国语课本 那未来还要继续做 排湾族的自然课本 排湾族的英语课本 那这些其实都是要 去告诉说 作为一个原住民族学校 我们的主体性 要放在前面 数学 国语这些 所有的课程学习 艺术 人文 社会 它其实都应该要 涵瓜在一个排湾族的 主体性为主的一个 课程框架内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 建立的学校 六年前 武力华一考上校长后 就选择来到太武国小 上任不到一星期 遇到八八风灾 学校被判定为安全 勘于地区 必须千村 两年内 历经四次千校 他始终坚持 孩子的教育 不能中断 经过各方协助 最后终于 把太武国小 给盖了回来 我要在山上 要去打造一间 国际化的民族小学 我带着这样的梦想 来到太武国小 虽然后来 马上就碰到了风灾 学校就开始 一路搬迁 最后呢 来到了山下的平原 可是 因为我的想法 目标很清楚 所以这些风灾 对我来讲 我只不过是在 处理事情 我把它当做是 在处理事情 可是我没有忘记 学校要往哪一个方向 风灾前 太武国小的学生 只有42位 风灾后的第一个开学 学生成长到83位 两年后 也就是民国100年 太武国小副校 第一个开学 学生数增加到133位 现在到了这个学期 人数已经达到了147位 原本搬到外地的排湾族人 也开始将孩子 送回来就读 甚至连附近客家地区的家长 也把孩子送到太武国小 太武国小的经验 证明了原汉学生可以共学 原汉老师也能合作 传授民族教育 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做出自己排湾族本位的教科书 而且有教师手册 那是不是我们的老师就应该可以上 就好比我们学校的英文老师 他是排湾族的 但是他为什么能教英文 他又不是英国人 那同样的道理 我也告诉我们学校的老师 今天你也可以来上我们的民族教育 虽然你不是排湾族人 你也可以来上 所以我非常高兴的就是 我这几年看到我们学校里头 有二分之一的原住民老师 二分之一的汉人老师 但是这件事情 还有我们的课程设计 是来自于汉人老师 跟原住民老师的合作 而且他们的合作 我觉得非常的完美 可以作为未来我们推广的时候 给其他的学校 可以让他们作为一个借进参考 很多的东西要装箱 要打包的 像这个啊 我经常来就会有一个惊喜 因为小朋友经常会放一些礼物啊 卡片啊 就...就會给我 对 所以有时候早上一来 像这个 就会看到小朋友 画说我爱校长这样 对 画里的校长帮着长马尾爱穿裙子 小朋友用画笔表达对校长的不舍 但有一句话说 教育不是灌溉 而是点燃火焰 这场从泰武国小开始 用生命燃烧的民族教育星火 就像武力华说的 这个梦想不是他一个人的梦想 是全台湾援助民族的梦想 他的调刃只是让这把火继续燃烧 让教育小革命的光与热传递出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